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陈章鱼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宇宙的最后三分钟》 这本书讲的是宇宙会如何灭亡 宇宙的灭亡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中才会谈到的场景 在我们以往的概念里,宇宙是亘古不灭的 可是,科学家们对宇宙的研究越深入就越发现 宇宙自身作为一个整体必然会受到物理规律的制约 物理规律使得宇宙也有自己的生命周期 会诞生,会演化,也会有灭亡 如果你想了解宇宙的诞生 我们每天听本书,之前解读过一本科普佳作 叫《最初三分钟》 详细描述了宇宙诞生之初的图景 你会发现,这本书跟今天咱们说的这本书有点像 一个是最初三分钟,一个是最后三分钟 这本《宇宙的最后三分钟》 它的作者保罗·戴维斯是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 他如此热衷于研究宇宙 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被《最初三分钟》那本书鼓舞 可以说保罗·戴维斯就是想给《最初三分钟》写一个姊妹篇 所以才有了这本《宇宙的最后三分钟》 两本书一头一尾说清楚了宇宙的一生 接下来我会分成三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 第一部分 为什么科学家们相信宇宙一定会走向灭亡 第二部分 科学家们对于宇宙的灭亡都有哪些猜想 第三部分 科学家们要怎么确定哪种猜想最靠谱 宇宙最终是要走向哪种灭亡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科学家们相信宇宙一定会走向灭亡 今天的科学家有各种各样的工具来帮助他们研究宇宙 不论是新的理论还是新的技术 在这些工具的帮助下 科学家们确实发现宇宙是会走向终点的 但是其实早在19世纪也就是将近200多年前 那时的科学家们在没有今天这些先进理念先进工具的情况下 只借助两个思想实验就已经推断出宇宙一定有终点 我们就来看看这两个精彩的思想实验 第一个思想实验叫奥尔博斯悖论 19世纪的德国有一位天文学家叫奥尔博斯 他提出的一个问题困扰了天文学界很多年 为什么夜晚的天空是黑色的 乍一听你可能会觉得这叫什么问题吗 夜空中没有太阳只有星星和月亮 星星和月亮的亮度比不上太阳所以就黑嘛 但是只要你深想一层 你会发现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 不管是太阳还是夜晚大部分的星星 其实都是恒星 咱们假设每颗恒星亮度都一样 其他星星之所以远远不如太阳亮 就是因为离我们的距离要远的多 一颗恒星如果到地球的距离是太阳到地球的两倍 那么亮度就只有太阳的四分之一 如果距离是三倍亮度就只有九分之一 你看亮度的衰减是和距离的平方成正比的 但是如果我们假设宇宙是无限大的 恒星的分布是均匀的 那咱们在地球的周围就可以画一个假想的球形 你会发现如果这个球形的半径变成之前的两倍 那这个球里边包住的恒星数量就是之前的四倍 恒星数量的增加也和距离的平方成正比 所以离地球的距离越远 恒星的亮度在衰减 但是恒星的数量在增加 这一减一加其实抵消了 那宇宙如果是无限大 这无数颗的恒星不管离我们多远 照射在地球上都会像是无数个太阳一样 那夜晚怎么可能是黑色呢 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一开始的假设 我们其实假设错了 宇宙不是无限大 恒星也不是无限多 我们身处的宇宙虽然广阔 但是其实是有边界有质量的 第二个饲养实验是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冯·汉姆霍兹提出来的 顺便插一句 这位冯·汉姆霍兹可是物理学历史上宗师一般的人物 著名的物理学家像普朗克·赫兹都曾经是冯·汉姆霍兹手下的博士生 咱们熟悉的那个能量守恒定律也是冯·汉姆霍兹最早提出来的 冯·汉姆霍兹在咱们刚才聊的那个思想实验的基础上 又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做了一个新的思想实验 之后他就做出了预言 宇宙一定会走向消亡 什么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呢 简单来说就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 如果没有外力的干涉 热量是永远从温度高的地方流向温度低的地方 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那你可能会说不对啊 大夏天咱们都开空调 那冷风呼呼的 不就是热量从温度低的地方传到咱们温度高的地方吗 请注意啊 这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屋子啊 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存在外力的干涉 你想一下啊 如果把空调的室外机咱们搬到屋里来 所有的门窗都封上 那才成了一个封闭系统 这个时候如果再开空调 那就是一边制冷一边散热 屋子里边的温度啊是根本不可能降低的 宇宙也是如此啊 热量的流动就是单向的 我们眼前啊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就是太阳 太阳不停的向四周散发热量 这些热量啊在太空中扩散 永远不会返回到太阳那里 太阳的能量啊 有一天会耗尽 也就会变得和周围的温度都一样了 甚至后来啊 有的科学家会把热力学第二定律 和时间的概念绑定在一起 因为热量的流动也是不可逆的 时间的流动也是不可逆的 所以啊就有科学家提出来 时间的箭头啊 那个指向的方向 其实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规定的 热量流动的方向 那为什么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 就能推断宇宙的未来呢 因为根据上一个思想实验啊 我们已经可以确定 宇宙就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而且宇宙的空间啊是有限的 星星的数量也是有限的 所以啊宇宙不管多么庞大 星球的运行多么复杂 但是热力学第二定律 一直会对宇宙起作用 热量啊会永远不停的 从温度高的地方 流向温度低的地方 所以啊 冯海姆霍兹最终得出结论 迟早会有一天 在这个宇宙的每个角落 温度都会变得一模一样 之后啊 这个宇宙就不会再发生 任何有意义的物理活动了 就像是一滩特别平的水 没有办法流动也不会有任何波澜 科学家们还专门发明了一个词 形容这种一潭死水一样的宇宙 这个词啊叫做热计 热量的热 沉寂的计 在冯海姆霍兹看来 宇宙间的热量不再流动 就会让宇宙归于沉寂 这就是宇宙的末日 不过啊 从冯海姆霍兹的时代 到今天啊 又过去了一百多年 今天的科学家 对于宇宙的认识 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接下来啊 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今天的科学家们 对于宇宙的灭亡 都有哪些猜想 第一种猜想啊 是延续之前的热计猜想 而且科学家们 找到了更强有力的支持 那就是宇宙大爆炸理论 科学家们发现啊 今天的宇宙 它的诞生啊 源自一场大爆炸 宇宙从一个密度极高的点 开始扩张 之后啊 不停地变大 今天的科学家们 对于大爆炸的研究 越来越深入 像我们开头说到的那本 最初三分钟 在这本书里边 科学家们已经可以通过计算 精确地描述 大爆炸之后 三分钟之内 宇宙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宇宙在今天运行的种种规律啊 也几乎都源自 大爆炸时产生的影响 其中一个影响啊 就是宇宙还在不停地扩张 科学家们通过观察确定啊 星系和星系之间的距离 并不是固定的 而是在渐渐变远 而宇宙如果继续扩张下去 未来的宇宙啊 不仅会处处温度相同 而且宇宙越大 这个最终温度就会越低 甚至会无限接近 绝对零度 也就是零下 273.15摄氏度 越接近这个温度 粒子的动能就越小 物质啊 就会变得越不活跃 所以宇宙的扩张 会让宇宙更快地归于沉寂 这就是今天科学家们 对于宇宙灭亡的 第一种猜想 不过随着对宇宙的深入研究 科学家们对于宇宙如何灭亡 出现了第二种声音 有的科学家就提出来 宇宙不会无限扩张下去 那些相信宇宙会一直扩张的科学家 其实忽略了一个关键的因素 那就是引力 科学家们观察那些生命 即将走到终点的恒星 会发现这些星星 会出现一个很神奇的现象 叫做引力弹弓效应 一颗恒星 如果它的生命快要走到尽头了 受引力影响 这颗恒星 就会向星系的中心慢慢飘移 在飘移的过程中 它会遇到其他恒星 两颗恒星会互相吸引 形成一种神奇的运行轨道 在这里 作者用了一种很浪漫的说法 说会形成一段 因为引力作用紧紧拥抱 并且锁定在一起的恒星 如果这个时候 再遇到第三颗星星 比如这两颗恒星 又遇到一颗向星系中心飘移的恒星 或者这两颗恒星 它有行星 那这三颗星的运动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由于三个天体之间 相互作用力的模式 总是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变化着 这三颗星星的运行轨道 甚至我们都没有办法计算 著名的科幻小说三体 那个三体星系的设定 就是这样的 科学家们虽然没法预测 这三颗星星 时时刻刻的运行轨道 但是可以预测运行的最终结果 其中一种结果 就是三颗星星 相吸引聚集的巨大能量 会输送到其中一颗星星身上 这颗星星会被完全踢出去 就像是弹弓上被射出的弹丸一样 这股能量极其巨大 这颗星星甚至有可能会被抛出星系 最终很有可能会被某个黑洞捕获 而那些没被抛出星系的恒星 会继续向着星系中心滑落 最终合并成巨大的黑洞 所以你看 在引力弹弓效应的影响下 恒星最后的终点 大概率会是成为某个黑洞 其中的一部分 那如果宇宙中的黑洞越来越多 而且越来越大 那么引力弹弓效应 又会进一步加强 又会有更多的恒星 向着这些黑洞滑落 这就会引发雪崩一般的连锁反应 最后的结果就是宇宙从膨胀转向收缩 就像是把大爆炸倒着进行一遍 宇宙最终会回归那个密度无限大的点 有的科学家甚至更往前思考了一步 提出了更疯狂的想法 那就是我们这个宇宙 是不是会陷入到那种先膨胀后收缩 再膨胀再收缩的无限循环里边 我们这个宇宙的起点 也就是大爆炸刚开始的那个点 是不是有可能是上一个宇宙收缩而得来的呢 这种把膨胀和收缩结合在一起的模型 被称为宇宙循环模型 我们的宇宙就像是有几生几世的轮回一样 每一个新的循环就像是从死亡中重生 新宇宙是从上一个宇宙的死亡中诞生 演变出新的系统和结构 探索新的丰富多彩的世界 然后再一次收缩直到走向毁灭 这种猜想很难被验证 因为如果我们假设宇宙循环模型是真的 那上一个宇宙留下来的一切 都会在被收缩成一个点的时候 彻底被毁灭掉 今天我们的宇宙中 是根本没法找到任何证据的 不过如果我们假设宇宙循环模型是真的 并且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思考 就会得出一个更神奇的结论 那就是宇宙的下一次轮回 经历的时间会比这一次更长 科学家们发现宇宙大爆炸会遗留大量的热辐射 宇宙会带着这些热辐射一直向外膨胀 这个辐射就被称作宇宙的背景辐射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恒星的光辐射也在积累 在经过几十亿年以后 宇宙空间中积累的光辐射几乎会和背景辐射一样多 这意味着宇宙重新收缩的时候 散布在整个宇宙中的辐射能量 要比大爆炸刚刚发生以后的辐射要多得多 你可能会问 那宇宙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吗 我们都听说过物质守恒能量守恒 那这些多出来的辐射是从哪来的呢 根据爱因斯坦的方程式 E等于MC的平方 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 那些超额的热能 就是宇宙中包含的物质所提供的 能量是从物质完全转化成了辐射 这一切的结果就是宇宙从收缩走向灭亡 看起来是把宇宙膨胀的过程倒过来放了一遍 但是其实大不相同 因为这时的宇宙和之前的宇宙也许大小相同 但是物质更少 辐射更高 辐射的引力和物质的引力那是大不相同的 所以造成的影响也不会一样 这些超额的辐射会让宇宙坍缩的速度变得更快 如果这种速度会以某种方式反弹出现 那么下一个宇宙也会以更快的速度向外膨胀 换句话说 每一次大爆炸 那个能量都应当比上一次更大 所以随着每个新的循环的开始 宇宙将会膨胀到更大的尺度 因此循环也将逐渐变大 时间也会越变越长 换句话说 如果宇宙真的经历几生几世的话 那么它下一生经历的时间 肯定会比上一生更长 刚才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宇宙末日的猜想 有膨胀有收缩 还有先膨胀后收缩的 那就引出了新的问题 科学家们要怎么确定 哪种猜想最靠谱呢 宇宙最终会走向哪种灭亡呢 咱们来想象一个非常遥远的未来 比如一亿亿亿年后 宇宙会是个什么样子 那个时候 宇宙里边大部分的恒星都已经燃烧殆尽了 宇宙已经是一片黑暗 但是并不是空无一物 还有无数的黑洞 中子星和黑矮星 不过这时的宇宙 天体中的密度非常非常低了 因为那会儿的宇宙会膨胀到 现在一万亿亿倍 在宇宙膨胀的过程中 引力就会进行一场拉锯战 不断膨胀的宇宙 试图将每一个天体拉远 但是天体之间的引力 又会试图将天体聚合 这就像是一场拔河比赛 那到底哪一边会取胜呢 这就取决于宇宙中物质的密度 物质的密度越低 膨胀的力量就越强 物质的密度越高 聚合的力量就越强 我们都知道 密度等于质量处于体积 今天的科学家们 已经可以推断出宇宙到底有多大 进而估算出宇宙的体积 那接下来 决定宇宙命运的关键 那就是宇宙的质量了 如何称出宇宙的质量呢 这似乎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我们没办法一颗星星一颗星星去称重 也找不到一个大天平 把宇宙放在那一块称一称 不过科学家们还是找到了一种思路 他们相信可以用引力理论来推导结果 这个结果未必那么精确 但是可以帮助科学家们计算出质量的下限值 那具体要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通过测量太阳对于行星的引力 称出太阳的质量来 那今天的科学家们已经知道 银河系大约有一千亿颗恒星 假设每颗恒星的质量都等于太阳的质量 由此我们就得到银河系质量的下限值 进一步我们可以推断出宇宙当中有多少个星系 目前比较合理的估计是一百亿个 因此我们就能算出宇宙的总质量 等于10到21次方个太阳那么重 这就是宇宙质量的下限值 换句话说 宇宙应该不会比这个重量更轻了 如果我们假设宇宙的重量就是这么多 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那科学家们经过计算发现 这个密度并不算高 如果宇宙其中只有这么多质量的话 那么我们身处的宇宙就会一直膨胀下去 最终走向热计 当然这只是根据宇宙质量的下限值得出的结论 而这个下限值来自于我们那些可以看到的恒星 但是很多科学家都相信 我们看到的宇宙物质比实际存在的宇宙物质要少很多 比如说宇宙中有很多并不发光的天体 像是暗星 行星 还有黑洞 到底它们的质量加在一起是多少呢 宇宙中是否存在暗物质呢 这些暗物质有没有质量呢 还有一些数量庞大 但是极其微小的粒子 比如像中微子 它们加在一起到底有没有质量 这些问题今天的科学家们还没有办法回答 也许只有等到这些问题都有答案之后 我们才能准确的计算宇宙到底有多重 还有一批科学家 他们另一批蹊径描述了一个更不一样的宇宙模型 他们的理由是 你们这些科学家在思考宇宙的未来的时候 都把宇宙想象成铁板一块 一个巨大的整体 要膨胀呢就处处都膨胀 要收缩啊就处处都收缩 但是你们要注意啊 宇宙空间里边 那个密度分布啊是极其不平均的 所以有没有可能 其实我们这个宇宙是能被分成一个个小块的 每一个小块啊 因为密度不同 所以它的变化也不一样 就像是一个个气泡一样 有的气泡啊疯狂的膨胀 有的气泡啊不变大也不变小 有的气泡已经开始收缩了 这个理论啊就被称作宇宙气泡模型 是由俄罗斯物理学家安德烈林德提出来的 他甚至啊对于宇宙的诞生也有不同的猜想 他认为啊宇宙并不是从一个点诞生的 有可能啊就是很多个气泡 那些膨胀最剧烈的气泡 短时间内就占据了宇宙最大的空间 我们当前所在的这个地方啊 不过是那些高度膨胀的宇宙气泡 其中的一个 我们这个宇宙气泡的内部啊 物质和能量几乎是均匀的分布的 但是在我们这个气泡之外 还存在着其他的气泡 在那个更大的宇宙尺度上 宇宙看起来啊仍然非常混乱 如果安德烈林德的预言是真的 那么宇宙的结局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图景了 因为在林德的模型中啊 膨胀永远不会停止 就算一些宇宙气泡在收缩 但是总有新的气泡正在形成 新的宇宙气泡啊就会开始膨胀 占据那些正在收缩的宇宙气泡的空间 这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永恒宇宙了 甚至于比我们刚才聊的那个宇宙循环模型 还要更加疯狂 因为如果说宇宙循环模型啊 就像是一个人的生老病死 几生几世 而这个宇宙气泡模型就已经是无数人 按照丛林法则相互竞争了 宇宙啊就像是一个王座 气泡们呢就像是一个一个的竞争者 总有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啊 会把老国王拉下王位 自己呢取而代之 在这种宇宙当中啊 生命希望还有这个宇宙都是永恒的 每一个气泡有可能有生老病死 但是整个宇宙还有这个墙椅子的游戏 却会生生不息 当然啊 借助今天的科学技术 不论是热计还是收缩 宇宙循环模型 还是宇宙气泡模型 目前呢都只能是科学家的猜想 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 想要准确的预测宇宙的未来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只能期待未来的科学家们啊 可以更准确的了解宇宙 那时呢 我们对于宇宙的未来 就会有更清楚的认识 到这里啊 这本宇宙的最后三分钟 其中精华的部分 我就为你解读完了 最后呢 还想和你分享一个 我从书中读到的脑洞 前面咱们讲了许多啊 宇宙终结的方式 那作者就问了 我们人类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做点事情 减缓宇宙的灭亡呢 乍一看啊 我们肯定是啥事都做不了 人类再有力量 也没有办法和物理定律抗衡 在宇宙这个尺度上 我们和蚂蚁啊 是一点区别都没有 但是啊 书中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我们也许没有办法 减缓宇宙的灭亡 但是我们可以找到一种方式 改造我们自身 提升人类处理信息的速度 还有新陈代谢的速度 因为对于人类来说啊 时间其实是个相对的概念 只要我们的心智和身体 都足够快 那么只要几分钟 我们也能过出几年的效果来 从原则上说啊 如果我们掌握了方法 可以提升人类处理信息的速度 还有新陈代谢的速度 那么剩余的时间啊 就能在人类的大脑中 无限的延长 在这种技术的加持下 哪怕宇宙距离灭亡 只剩下三分钟的时间 我们也可以在这三分钟里 体验千年万年的时间 人类几乎可以获得永胜 我觉得啊 如果这种技术可以成真 那对于人类来说 宇宙的最后三分钟 也就变得不那么可怕 不那么苍凉了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 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 还有脑图 你还可以点击红包分享按钮 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